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配字不是示范 是我在提的配公酒的时候 这个词的时候 演示过这个字 写到这个字 结果网友提出来这个字认为写的有错误 我首先向大家声明 我在边说边写当中 有时候是很忘情的 这个难免呢 就是说错了话 写错了字 或者说是经常发生的 这一点呢 我一再地向网友表示歉意 有时候我们的剪辑当中呢 有时候不够细致 也容易出现一些疏漏 这是朋友们提出来都是客观实际的啊 这个关于这个单说这个配字 这个配字 这个网友提出来也是对的 因为这个式字啊 就是这个 这个式字和这个字 这是两个字 单念这是式 这个字念福 这是 所以 凡是右边发誓的音 比如说西红柿的诗啊 这个这个右边都是柿子啊 比如说这个这个配字 右边应该是 是这么一个符字 这个朋友提的对 就是说正正写的时候 应该这是一束笔直接下来 这个网友提的绝对是对的 从正正写当中是没问题的 我们需要做一点解释的就是说 这个字倒不是我笔物 是因为习惯养成的 习惯养成错误的不也应该改吗 倒不是这个意思 就说在古代书法家当中 多数人都是写这个配字的时候 都是这样写 就是说他就写三天水一个式字 比如说董其昌啊 温正明啊 等那些大书法家 你打开看一看这些的千辈书家写这些字 如果你不容易找到这些字贴 你可以这个 找一本书法词典或者字典啊 你查一下 你就看到很多的古代书法家都是这样写这个配字 就是三天水加一个式字 我在这之前解释过米符这个符字 米符符是草头啊 应该正写也是下边是这样一个字 但是米符多顿写的时候 都是写成草头下边一个式字 单着点一点啊 所以这个问题呢 已经我在大学讲课的时候 就有人提过这个问题 但是经常呢 就是这个花费点时间来做解释 那大家说 你就干脆直接写成一束笔 解释好些事情吧 就是这种写字的习惯 从小临帖 这么临过来之后 有点这个极其难改 有点这个问题 所以说这位网友你提的对 但是呢 我也必须说呢 在背帖当中 常见的是这边是个式字 而不是个符字 在背帖当中这样写 因此呢 我们互相这个了解一下 我首先认可你提的意见对 但是你知道我写书也是有出处的 不是我随便写或者是写错了 这个字至少不是这样的 那田老师 咱们书归正传 在前两期节目当中呢 您用楷书还有这个行书 演示了一下完成作品的过程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您能不能用这个草书啊 来演示一下完成作品的过程 并且讲解一下这个完成草书作品的一些 尝试性的问题呢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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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呢 就是谈一谈草书这个问题 草书在写的时候 要注意这么几个知识性的东西 第一个是 词句要烂书 一定要背得非常非常的书 一边想一边写 这就不行 或者一边看一边抄词 这是更不行的 再有一点就是说 在写起来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笔纸墨的几个方面的常识 比如说 这个墨 一定要比这个楷书 明显的要淡 太浓的墨不适合写草书 要相对的淡一些 第二一个 这个笔更应该大一些 比如说楷书 比如说这个楷书用的是七分大的笔 那么草书就应该用到九分大 甚至十分大 因为能多存 多储存墨量 然后写下的时候 才不至于写半个字一片笔 写半个字 写一个字一片笔 才不至于到这种程度 但是我呢 现在给大家演示的这个笔呢 看来似乎小一点 我们为了这个 几个方面都照顾到 就暂时用这个笔写一下 写哪个词句呢 脑子一点没有稿子 就是想起来就是哪个吧 现在呢 就另外说这个纸 这个纸 大家看得到这个纸是没有跌歌 没有计算 所以这个写草书的时候 尽量的不跌歌 这个一任天成 歪一点 写一点 没有关系 但是切记不要故意造作 就是明明可以写直 我非把它写歪了 这个不好 有些人就是写出这一行草书来 故意的曲曲弯弯 这样这个这个歪歪斜斜的 就很讨厌 就是一切要认自然 不要自己找什么感觉 这个好与坏 关键是你平时下的功夫怎么样 到完成作品的时候 是一种自然的这么一种表现 我们随便写一首诗吧 写一首这个 大家比较熟悉的 唯莹物的这个 一首这个绝句 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独连游草见边生》 写这么一首诗 稍稍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有朋友所念伟鹰鹉 就是伟大这个伟字 去了立人 这字在姓上应该念伟鹰鹉 我们试着写一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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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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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 刚才完成的这算是一张草书作品 大体是如此 我平时呢 在写草书的时候 不是这个场景 也不是这种情绪 也不是这个动作和姿势 为什么呢 因为写草书必然要站立起来 但是限于我们的这个布景和一些个条件设施呢 我只能坐着在这里写 坐着写的时候也非常不可 但是不写这么大 一般只写小字草书 像这么大的草书都应该是转轴来完成的 因此呢 坐着转轴书就感到有些个不适应 我每次转轴都要站立起来的 是这么个情况 让大家知道一下 基本如此 现在我落款呢 比较短小 是因为提前计算的不准 所以后边的落款的这个地方呢 狭小了一些 所以呢 只简单写了运章预辜上 这么几个字 应该把这个诗的作者名字 比如微音物啊 或者时间地点等等 把它都比较明细的写在的这个落款处 但是呢 我们这个限于篇幅 没有办法 所以写草书的时候 只能是大概有个估量 不能算太准确了 或者是提前计算的淋漓尽致的时候 你的草书完成就失去了 就是天真 朋友们 今天关于草书的一个演示 非常的简易的 向大家介绍这么多 各位朋友 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个点字 这个点就是词点字点 这个点字 经点古点 这个字有一定的难度 它也是个点心的字笛 我们介绍一个点字 就像歌曲的曲子 戏曲的曲子 那么我们就这个不再讲解 我们先把这个点字向大家介绍一下 看一看这个字凯述的写法 为什么要讲这个点字呢 因为这个字的难度比较大 看来笔画并不是很多 实际上它里边在结构的要求上很严格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字啊 大家看这里边有六个空白点 这几个点就空白的这几个地方 我们一般在凯书当中把它称作为不白 大家看应该是比较云整的 如果写出这样的凯书来 比如说 这就不称其为凯 因为你里边几个不白完全不对称 不云整 那是不可以的 所以凯书难就难在这里面 它要求你必须是严格的 所以我们特别把这个点字拿出来跟大家说 那么你写好点字 歌曲的曲 戏曲的曲子 当然就没问题 再看一遍这个点字的写法 这上边是一个扇面形的 上宽下窄 是这样 上宽下窄 这一横是曲中的 注意上边要高起 呈现一种阳角形 看 这边往这边有点撇 这边有点往这边撇 是这一种这种 我们把它称作为背式 是这样一种写法 然后这一长横 挑起来 所以中间的这几个掰 才基本匀称 像这种写法时候 你心绝对不可以浮躁 你写的时候 也不可以有更多的想法 要把这个字处理好 于是写字要入镜 那么任何艺术形式都不能谈到入镜 你写小说 你还是演戏 还是写诗 还是画画 你都满腔的激情 甚至做戏的时候 人物的这个悲哀 这个戏中人的悲哀 也是演员的一种悲哀 或者是一种苦痛 或者是一种伤感 都要表现出来 包括喜怒暗了都要表现出来 而写字的时候却要求你入镜 因为你蛮负的情绪的话 你写字的时候 尤其写楷书 你肯定完成不好 所以说 学习书法 对人身体健康有好处 就是因为这个入镜的问题 大家再看一下 我们再看这一长横 下面出来一点都没有关系 这种地方出来一点 这不是大截 没有关系 也可以用这种小说 知道这种写法 应该在笔法上很讲究 让人感觉到 真是点画多变 还是那话 在多变当中 是一种自然的变化 而不是造作 大家会的这个点字 就知道这个曲字 也是这样写 只是挑上来 一般人多在这点一点 就是歌曲这个曲字 这薛草书 也要有 笔以反三的能力 好的 最后我们用 凯兴草三种书体 可以再演示一下这个点字的写法 这是楷书 形书 一种 我介绍的第二种 形书的 这个形体上 也可以出来一点点 这种地方 草书的写法 或者是这样 或者是去背试的 这样 关于这个点字 今天我们向大家暂时介绍到这里 我看不见了 我看不见了 这种地方 我看不见了 我们下一个手 我看不见了 我看不见了 这种地方